一起开动 民间茶是王道 在乡长陈文德的带领下 贵宾们一起启动8月20号 将在松柏岭受天宫 第一停车场的台湾国际创意茶饮嘉年华 继创意茶饮总决赛 同时邀请大家一起参加 共同体验创意茶饮的魅力 面感兴我们第一个饮料集中 可以说面感兴在我们国际上 可以说政府最大的集中 因为面感兴我们有一个多天 独货的一个地理环境 我们民间商有在地的茶饮 即正在8月20号 要来在我们松柏岭第一停车场来举办 在这里也欢迎赞国际的好朋友 那天都会带来面感兴 我们来收天宫 我们来跟我们共同 喝冕火的茶 火力舞蹈展现民间乡的好客与热情 8月20号的活动中 除了有创意茶饮总决赛的举办 同时也邀请艺人丫头 詹子晴担任评审 节目精彩可及 那天除了总决赛之外 我们有一个去一些茶饮的气味活动 这个气味活动 我们公所也就提供一些奖金 要来给所有的游客不只可以喝到我们在地最好的茶饮之外 也能够来参与这些游戏 而且幸运的话还能够拿到奖金 县府农业处长陈瑞庆也出席记者会 感谢乡公所举办特色活动行销在地茶产业以及农特产品 未来10月份举办的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中 也邀请大家一起响应 这样的创意茶饮跨域融入了我们在地的 不管是凤梨或者是红红果或者其他的一些水果 那也无情当中也推荐了我们在地的这些优质的农产品 那我们希望在每年的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 也即将在今年的10月8号到10月16号 在中心会堂这边来做主办 那因为茶跟咖啡都是茶饮 也是南投县最主要的这些生意 所以我们也期待这个创意茶饮在插博会 能够跟所有的爱好茶的这些消费者 大家一起共同来分享 2022茶香新摇杆 民间茶是王道 台湾国际创意茶饮嘉年华活动 8月20号将在民间松柏岭 受停工第一停车场盛大举行 欢迎大家参加同乐 以乐活放松的心情 品尝民间茶饮 体验慢活的茶香生活 记者张东仁 民间香采访报导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